不仅仅能给大公司带来好处 连小商家都可以收回 大阳哥你说的是 比方说像祖屋楼下那些小商店也可以吗 对啊 可是我听那些店主说 他们就是用笔记本跟自己的头脑 这样做生意就很厉害了 错了 谁说这个小商家 就不可以享受资讯通讯科技带来的好处呢 你有没有听说过团结就是力量 这个意思是 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一群小商家联合起来 这样就可以共同降低他们的成本还有风险 我就认识一位在毕山公园附近的巴萨 经营服装店的老板娘 她很厉害 她除了可以利用公园局的这个APP进行宣传之外 还可以把她的生意资讯化 你说的是巴萨的安弟啊 要小看她哦 许了解一下 好 58岁的许丽清经营服装生意多年 大约8年前 决定在毕山公园附近的巴萨 开设服装店Bella East 专门售卖女性时尚服装 为了寻求突破 Bella East参与了资讯局IDA的 iSpring辅助计划 并得到了资讯局高达70%的津贴 采纳资讯通信科技 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嗨 老板娘 嗨 老板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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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真的是麻雀水小五脏俱全耶 真的 你在这边经营这个生意 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吗 很多人不知道巴萨这么小 有卖到那些上班族的服装 因为这些不会在巴萨里面出售 这样的 那你怎么样来吸引顾客呢 刚开始我们是派传单 和有些是朋友介绍一点这样 不过都不是很起眼 你好 我们的服装店专门销售女性上班族的服装衣裙 有很多款式 请来看看吧 好 是 你好 我们的服装店专门销售女性的服装衣裙 就在那边的那里 请来看看吧 哎 丽华 你在这边怎么 哎 做电职赚点钱咯 哦 你呢 哎 我没肯定他们去他们去购买耶 你要去吗 你要分多久 我 哎呀 不要想啊 反正老板都看不到我们一起去啊 好吧好吧 你等我一下 OK 快点快点快点 走 现在使用了这个资讯通讯科技之后 整个经营状况很大的改善 就利用了这个工研局这个apps 这样我们的顾客群会有增加 而且增加了一些新的顾客 有些住人的地方都会知道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店 哦 怎么样 老婆 今天我们去让你吃早餐 这里附近都吃腻了 还能去哪里呢 你决定吧 OK 我决定 看一下啊 哦 哦 哎呀 那个什么 哎 工人几次也有app啊 走 我们过去看看 哎 老公 我下载看看 OK 来 看 哇 这个app很不错哦 我想吃西餐 OK 还有一家 就靠近这个公园 哦 餐馆有促销 我们去那边吃吧 嗯 好啊 哎 你看 这里这里 看哦 还可以下载那个网上固本来使用耶 哎 很方便哦 还有还有 嗯 这个巴沙里的服装店也有促销 嗯 老公 我们吃了早餐后去看一看好不好 OK啊 走吧 嗯 老板娘 看来这个手机应用程序真的帮你很多 让你生意越来越好了 是啊 是 生意会增加了10% 那成本也减低了 那个现场的成本减低了10% 我是在app上面看到有时候才来的 网上固本可以存在手机里 用在一大碟的固本出门 而且我也是可以只下载那些 我有进去的促销固本 方便多了 我住这边附近很多年了 可是都不懂有这个服装店 我用了那个公园局的app后 才发现这个地方 这就是公园局的app 所以只要是公园局所属的公园 附近的商家 他都可以用这个app 都可以用这个app来做宣讲 对 其实很好 这个app上面可以搞促销 可以发布信息 很多的功能 所以等于说 你就不用发传单 这个是省时省力还省钱 而且到处的公园都可以看得到 范围很广 这个是利用网路 所以不光是附近的人 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真的很好 又环保又省钱 这不用太可惜了 没错 对 但是老板娘我知道 其实这个资讯通讯科技 可以帮到你来 永远不知这些了 对 还可以 你还遇到一些什么别的挑战吗 顾客来到很忙 有时候要拍照给他们看 还是有时顾客一起来的时候 又要找服装 又要找存货在哪里 又要听电话接电话 会很忙 忙不过来 是吧 忙不过来 哈啰 喂 老板 这个礼拜有没有新货吗 我三个礼拜买的裙子 很合身 我很喜欢 有 有 有新套的 或会适合你穿的 好啊 有没有照片给我看 可以可以 待会我拍照给你看 好啊 可以啊 OK 拜拜 老板娘 我要试一试这裙子 S-Size的 等一下 我帮你试 谢谢 好 哈啰 喂 老板啊 我上周星期看那款 上衣还有货吗 我想要买另一种颜色 有 有 我想买那个白色的 有没有啊 老板娘 我的裙子到底有没有 没有的话 我先走了 好好好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顾客很忙 等一下哈 老板 你一个人要兼顾那么多东西 也太辛苦了吧 是啊 是 不容易啊 因为都是要靠头脑纸笔来记的 对 对 会很乱吗 会很乱 有时候顾客的衣服 我们有分size 有什么号码 而且不同的款式 有人如果要预定衣服 你记得住吗 记不住 有时候预留了他们没有来拿 我就会损失 一不懂顾客是到底要还是不要 哈啰 哈啰 老板娘 是 那件M size的脸身裙子 帮我留一件 我后天来拿 可以 可以 好的 你有空过来拿 我帮你留了 好 谢谢 拜拜 老板 我想要买这件脸身裙 我帮你查一下看还有没有这个 去查 今天已经有顾客留下了 所以你可以留下你的电话给我吗 如果他不要 我就通知你好吗 这样麻烦 没关系 算了吧 谢谢 哈啰 陈小姐 哈啰 老板娘 有新货到吗 有啊 可是那天你留了一件年纪裙 你还要不要 不好意思 我的朋友刚刚送了我一件一模一样的 不然改天如果有新货 你再联络我好吗 那 OK咯 有了这个新的系统 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船 就可以拍照了 直接放在我们的网上 直接拍照上网 老板娘 你可不可以示范一次 给我们看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我这样子拍了就直接 可以上去看到了 拍我是不是 拍好了 你看 你看 就原来填好这个裙子 比如说这件衣服 填好它是什么价钱什么什么 然后有一张照片 然后直接一放 这就已经再上去了 所以就是说熟悉的顾客 只要去到专门的网站 就会看到有什么货 什么品种什么颜色 对吧 如果他们喜欢 他们就可以直接付钱 就算顾客没有出现 不来拿货 我们也不会吃亏了 老板老板 如果这件好了 我想买这件的话 你有比较小一点的尺寸吗 有 电脑就可以查到 我们来测试一下 计时开始 看那个效率多快 找一件衣服 对 好 来 准备 开始 在这里 出来了 15秒钟 很快 很快 好 对 马上就知道 我刚才有看到 这个库存里面有多少 对吧 价格多少 就是库存里面 有没有 对 价格多少 因为之前都摆在里面了 对 这系统很大的帮忙 总的来说 使用资讯通信系统之后 商店的宣传效果 大大提升 客源增加 存货记录及时和准确 提升了服务素质 不仅节省了联络顾客的 人力和时间 也能利用网络预购 解决预留付款的问题 在巴沙经营服装生意的 小商家也可以充分享受到 资讯通讯科技 所带来的好处 这就不简单 对 而且我刚刚看了 这个老板的真实例子 我才发现 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是办不到的 对 这个安提好像 还不是很懂英文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要肯学习 你要学会敞开胸怀 接受改变 那么其实谁都可以 享受到资讯通讯科技 所带来的好处还有便利 没错